5年之后的江哥公寓变成什么样了 发生于2016年底的江哥案 已经过去5年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重新回到了这里 看看这里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可以看到跟以前相比 这里已经全部粉刷重整过了 不过刘欣在采访中提到的水表还在这里 就是推门啊 推到那个白色水表的位置 被反弹回来了 什么都没有 就看到那个白色水表 刘欣指的就是这个白色水表 另外我还遇见了一名住在这里的日本人 看看他是怎么来回忆这件事情的吧 会想下到学生 从那里是录像的女儿的女儿的女儿女儿的女儿了 友達的老子的男儿的女儿 被他心以为家に入らさないよう 几了男儿筆子的女儿 被罡出了 警察が黄色的黑色を穿着 警察を被损索 也没什么 日本的事件 日本的无论 天洛妇 不懂 不知 不知 记住 讓你祈求